農業部的部長在剛剛又開了記者會 他已經好幾次來說明 在昨天農業部終於行刑好了 把相關進口彈的資料 傳給了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去查 結果今天遍地開發 出了各種狀況 先來看一下台北市 台北市有兩個情形 第一個他們吃到了福商混蛋 福商就是新北的蛋商 他有混到進口蛋 吃了多久 6月到8月 已經吃了兩個月 曾經提供給補習班 所以如果孩子最近有拉肚子 你可能大概知道 是什麼樣的原因 今天最新的還傳出來 義美也被查出 進口蛋150萬顆 盛大有112萬顆 還有包括其他人 其中義美跟盛大 他們是有買到巴西蛋 但裡面巴西蛋的比例到底是多少 其實到現在也是沒有講清楚 再來看到基隆市 基隆市他們在收到函說 有一家公司有進到巴西的進口蛋 剛剛講的新北 新莊福商聖誕蛋液的這個部分 現在也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們6到8月曾經有跟續產會 進口到土耳其 巴西美國進口蛋 跟國產蛋給它混在一起 這個未殺菌的蛋液 有2億900多公斤 這個部分影響也滿大的 而且後來加工之後 一律都標為台灣產出的 所以大家你可能會知道 你以為你吃到台灣的蛋 但其實它是進口蛋 經過加工 好 再往南來看到 其實台中有出狀況 台中到了國產蛋裡面 出現期選的日期 有未來日期 他們9月18號去查雞蛋 只有有製造日期 是9月19號的 查到了未來蛋 數量不多 大概1000多顆 但是可以發現說蛋品的管制 真的是一查 就出現發現這麼多 再來看到屏東的部分 他們查到了信心的 這個蛋品裡面 有出現狀況 總共有巴西跟澳洲 31萬多顆 續產會在人5的倉庫裡面 也找到了巴西 泰國 澳洲 土耳其等1000多萬顆 其中有83% 已經超過了有效的期限 高雄市衛生局 開出了拒絕配合的罰單 最高可以罰300萬元 當然現在民進黨 也開始有一種說法 他說他本來就過期了 本來就要銷毀了 暫時的放在倉庫 有什麼不對嗎 然後我們今天也看到 很多民進黨正規軍 包括謝忻 蘇之芬等人 跳出來 說這一些都是造謠 都是抹黑 但沒有過期 本來有些過期 就是要銷毀 有人刻意放大 有人刻意要去污蔑 盧秀恩說 從今天開始台中營養午餐 禁止用液態蛋 一律要使用現打的蛋品入菜 然後一步再度改口 昨天告訴大家 講了老半天 巴西的蛋根本沒有塗辣 它是有噴膜 那現在有專家 東海大學的專業教授 陳英豪 他說他認為噴膜 跟用辣塗辣 效果都是一樣的 他覺得這兩個方式效果都是一樣 沒有問題 但有一個環節 就是他如果湊蛋的關鍵是他席選之前的退兵 尤其在海關 他說根本不在席選前的退兵 而是海關檢驗快慢跟退兵的情況 就你在海關的那一關等待的過程當中裡面 狀況會比較多 而且海關比較沒有冷鏈的設備 他覺得這個環節會有問題 石藥署長吳秀梅 他今天跟著陳其中 一起到民進黨團 開這一些相關的說明 他說每一家公司的冷鏈系統都不一樣 業者要標示效期 要經過評估測試 所以他認為業者要對自己的產品負責 吳秀梅好像以前相關的狀況 也都是講過類似的話 陳其中今天終於出現了 他到民進黨團報告 他說排山倒海的污衊都不是事實 過去三個禮拜來都是造假的 他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進口雞蛋來到台灣 進來之後保存的期限 到底是如何 他說我們都有把相關規定告訴業者 好 大家還記得 那個逃出國外的土萬財嗎 雞肉大王 他當時怎麼說 他說國內到現在 都沒有進口席選蛋的相關規定 所以效期我就按照國內的 這些雞蛋的標示方式 那就跟陳其中講的不一樣 所以造謠的到底是媒體還是外界 還是圖萬財 你要講清楚 農業部有講說 他們把這些進口資料 已經在昨天交給地方政府了 也就是因為交出去 大家發現說怎麼問題這麼大 請教兵哥 其實我要先釐清一個東西 其實不是農業部把這個資料 交給地方政府之後 地方政府才循限去查到 不是這樣 其實農業部到目前為止 至少到我剛剛所知道為止 他交給地方政府的資料 其實都是地方政府 自己查到的資料 可是基隆那個是說 農業部給他的 我跟你講他給的大部分 就是各地的倉儲的地點而已 就是這樣子 那個地方政府經過這一兩 這一兩個禮拜 他們自己早就查到了 所以請問一下你給的什麼資料 可是像義美那一些 不也是農業部提供給的資料 所以我可以講一下 我有拿到這個問 對 所以照理來說 照理來說農業部應該 要給我們什麼資料 不是只有單純這個資料 還有你既然你是從國外進口 你是不是全程都要保證它的過程 絕對不會像吳秀梅這樣講的 各廠商自己負責 請問一下各廠商自己負責 你食藥署要幹什麼 請問一下 還是吳秀梅又認為說 反正這搞不好是更好的蛋 對啊 陳其中掛保證 說冷鏈沒問題 他說冷鏈沒問題 你一敢掛保證說冷鏈沒問題 表示你們都去查過 不然你憑什麼掛保證 是國外公司告訴你 我冷鏈都沒問題 好 他沒問題 是這樣嗎 以後大家都拍胸脯保證就好了嗎 你要派人去查的 難道廠商一句話你就解決 然後現在所有的事情 全部推給廠商 這像話嗎 再來 當初是誰說這種東西 絕對不會有混合 絕對不會流入市面 不是陳其中保證的嗎 現在有沒有流入市面 已經被抓到了 人家補習班那個團散 900個人就吃到了 那請問一下怎麼辦 也沒辦法 因為八月多就吃了 而且他吃兩個月 對啊 六月到八月 所以怎麼解決 沒得解決了 現在只有祈禱他們不會生病 就是這樣 只能這樣 所以這整個是亂成一團 我們現在要的資料是什麼 其實要的是 你到每一家 你詳細 你的每一家蛋 因為它有來自好幾個 不同國家 有巴西 有泰國 有澳洲 有土耳其 有一大堆這種國家 那你每一個國家的蛋 進來之後存在哪裡 然後從哪裡 送到哪一個地方去洗血 然後配送到哪一些地方 你要有所有的流程 那結果呢 結果今天高雄市政府 查到這個 巴西 泰國 澳洲 土耳其 現在有超過一千 將近一千顆 一千萬顆 這個已經過期了期待 這個基本上 這個之前沒有出現在 農業部給我們的清單上面 那又怎麼回事 對啊 奇怪 為什麼都會出現 那種奇奇怪的現象 我現在根本基本懷疑 農業部你到底 知不知道你進了多少代 你到底有沒有仔細的流向 我現在都覺得有問題 那盧宣營現在是沒辦法 所以他只好說 我們暫時都用有殼帶 可是你要知道 有殼蛋就一定不會有問題嗎 也沒人知道 我講實在話 蛋液可以混 有殼蛋它一樣可以混在裡頭 你怎麼知道 一定不會有這種進口蛋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 那至於說 我覺得現在陳吉仲 到現在還在轉移目標 包括整個農業部隊一樣 一下告訴我們說 噴膜 一下子噴辣 然後到最後告訴我們 大家不要糾結在這個地方 都不重要 從頭到尾就是你在糾結 你不講我們根本不知道 有這種事 那重點是在哪裡 重點到我現在都沒想明白 為什麼這一顆蛋這麼神奇 它比阿婆鐵蛋還厲害 又冷又熱又冷又熱 飄洋過海 然後它一直都不壞 這個是全世界最神奇 我覺得如果確定這樣 都沒問題 台灣應該可以得 蛋比諾貝爾獎 這太厲害了 你可以造出這麼神奇的蛋出來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 我很害怕的是 突然才為什麼突然之間跑掉 聽說禮拜五要回來 會不會回來 是不是有人叫他不要回來 是不是有人叫他在 因為這個節骨眼 他跑出去很怪 然後現在他們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推給廠商 這些廠商受得起嗎 我是呼籲廠商 如果你真的想要自保 趕快出來跟大家講 這個時候你才能夠保住自己 當然現在有人講說 其實背後真正的關鍵 是在新潮流 國民黨的政策會 副執行長李永平他爆料 說林聰賢 有續場會的這個主委 他說他當過宜蘭縣長 堂堂大主委 怎麼願意當主委監任的位置 是因為蘇貞昌任內 有所謂的百億基金讓他運作 如果他出事的話 受影響的就不只是新潮流 連蘇貞昌蘇系也有份 吳子佳也爆料 說始作俑澤就是新系的中央續場會 董事長林聰賢 不是主委 是董事長 事情是新潮流做的 要小英男孩陳其中來杯 蔡英文當然不肯 所以蘇貞昌也出來主持正義 所以他不只是小英男孩 他也是新潮男孩了 那現在新潮流是不是真的很怕 動到林聰賢 那林聰賢何許人緣 在2017年的時候曾經有一篇報導 他當時還沒有上任 他還是在宜蘭縣長室裡面工作 他說林聰賢還沒有上任 就傳出農委會的副主委 率著一級主管跑到宜蘭縣政府 跟他簡報業務 這個官也太大了吧 這麼多人大批陣仗的 去給你做業務報告 當時還是農委會副主委 陳其中出來講 是農委會主動要求的 不是他耍官威 所以大到這種官威不用我耍 人家自己看到我就會幫我耍了 那到底百億的基金是什麼 百億養豬基金 四年編了130億元 難道真的是因為這一塊大餅 所以背後牽扯新潮流 還有包括蘇西相關的利益嗎 請教博弈 聽講林聰賢 他是續展會的董事長 跟所謂的農業部的部長 這個陳其中 完全就是這一回 蛋正義最大的 兩個最主要的人士 因為他們兩個從買蛋 到補貼到等等的 都是由他們兩個共同軍手 但問題是到目前為止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所有的火力焦點 幾乎都在陳其中身上 林聰賢好像沒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大家懷疑說 這回陳其中 本來說新聞說 他已經口頭請辭 甚至獲准了 後來大逆轉 蘇貞昌出來一說話說 完全沒有這個事情 都是有人在造謠抹黑 然後陳其中保住官位 被衛留了 原因大家 我覺得個人覺得很簡單 就是因為內部 想要去保住林聰賢的人 跟想要保住 這個所謂陳其中的人 是完全不同派系的人 陳其中是蔡英文的人 老英男孩 小英男孩 隨便 反正就是蔡英文的人 但是林聰賢 則是新潮流想要保護的人 雙方瞧不攏 現在變成說如果陳其中下台了 林聰賢沒事 蔡英文那口氣吞不下去 本來兩個部門 都要一起處理蛋的問題 為什麼是我的人下台 新潮流的人不下台 所以烏子家講了 蔡英文已經下了軍令狀 就是要立保陳其中 因為我不會讓我自己人受害 但問題是現在延伤得越來越嚴重 林聰賢還能夠真的默不肯生 躲在後面當作沒事嗎 我認為絕對不會 現在一定要去查 因為包括了你之前補助超市的錢 包括了跟農業部生前的錢 你林聰賢絕對逃不掉 你們是共犯 一定要出來一起的說明講清楚 我覺得重點在這裡 然後前面我要回到發文 包括義美等等盛大產品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向農業部所知 希望中央回覆我們關於 蛋的加工代工流向的資料 感覺起來 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所以中央回台北市政府 拖了很長的時間 結果今天我們終於拿到這份文了 非常厲害 你看 除了文的文頭有竹子之外 哪一個附件 就這一張 就這一張 附件只有一張紙而已 那附件裡面就講了 有三家公司有業者名稱 負責人 電話 地址 然後業者他們代理了 哪些地方來的蛋 就這樣子 我們要這麼久 你各自類有碼 有 有 有 我手碼起來 我只有公司名稱 就這樣子 這個文竟然拖了這麼久 而且他看一下 這三家公司所代理的蛋裡面 都有巴西的蛋 三家全部都有 三家都有巴西嗎 第二家有嗎 有 全部都有 義美全部都有 三家都有 尤其是義美它的進口的蛋量 是最大的 還有一百五十多萬顆 當然對於義美 不過還是特別強調一下 他有進到巴西不見得 不見得違法 沒有沒有 大家現在不要聽到巴西蛋 就很驚訝這樣 對 沒有 只是說這個資料裡面 提供出來 上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傳奇 旗艦都沒寫 都沒寫 對 什麼都沒有 就這張詞而已 然後剩下的什麼意思 台北市政府你自己去查 這是甩鍋台北市政府 他不管了 我們要這麼久的東西 居然只來這種 我覺得真的是敷衍的文 這就是中央的態度 陳其中更好笑 他居然對於這位蛋的事件 他說他絕不戀戰 大家知道陳其中 總共請辭過幾次嗎 五次 對 包括這一次嗎 包括這一次 五次 五次的結果都是被衛留 我講難聽一點 陳其中 如果你真的想走 誰留住你啊 衛留 你會接受衛留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自己想要做這個職位 你自己不願意走 所以你真的不要講什麼好聽說 你絕不戀戰職位 如果你真的有guts 就該辭職離開 完全負起真的來 才是對民眾最好的交代 所以陳其中以後 可以叫陳武辭 除非有第六四的請辭 那就幫他再更新他的綽號 一定會有 那下一次就陳六次 那新竹我們也出現了一個 很特殊的狀況 很多人說陳其中 是不是這一次選情裡面 他等於是這一次選舉的 這個林志堅 這一個破口 林志堅在他這個 離開了新竹市政府 離開市長這個位置之後 他常常在寫 分老會過去 建設會留下 就過去這一些講我論文的事情 都會過去 建設會留下 殊不知沒想到 建設不只留下 建設還會浮起來 新竹市真的變成了幸福城市 整個建築物居然會給它浮起來 他們蓋在新竹市 官埔國小的地下停車場 整個浮上來 最高的幅度有到9公分 所以我們看到相關的這一些 本來應該要密合的 全部都往上浮了 那狀況到底怎麼回事 關鍵是因為這個地下停車場 它從時間上面應該要蓋一個體育館 體育館沒有蓋 已經它的重力承載就出問題 大雨不斷又滲入了這個挖土城 抽水馬達因為停工而關閉 所以造成它地下水福利部分的地方 往上傾斜 所以大概傾斜了9公分 那這個工程第一期經費預算2.4億 第二期再花8.3億 包括體育館還有停車場 那第三期的部分 現在也傳出來說 針對體育館跟警官工程 再追加3.2億 但有個關鍵 這個部分居然高達10次的流標 所以現在第三期的工程 要把減幅 就是浮力的這個幅的狀況 減幅作業 要把它納入第三期的工程 那事實上中央有補助2億多塊 包括另外一個是在桃園楊梅 這個也是鄭文燦市長任內 有一個中央補助2億 前瞻預算 他也是在施工的時候 也是因為工程的出狀況 也讓他浮起來 所以我們幸福漂浮城市 有前桃園跟前新竹市政府官員 所留下來的 請教兵哥 這個真的是很奇怪 為什麼這種有問題的工程 這幾年全部都出在 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這個真的是很令人費解 你看桃園 台南 新竹 都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都會出現這種狀況 那到底是人謀不張 還是台灣剛好犯太歲 這些城市就流年不利 是這樣嗎 一個停車場會做到漂浮 是不可以的 這個沒有創意的問題 這個再怎麼樣都不可以 現在請大家 大家看到剛剛那張圖就知道 他一邊上浮 另外一邊是不動的 還在那邊 然後倒罪綠亞也越傾斜對不對 你以為只有傾斜而已 那個結構不會產生問題嗎 那個支撐結構 因為這樣子 你已經拖了這麼多年了 請問一下那個結構 內部不會軍列 不會發生其他的變化嗎 這個要重新再評估 我覺得 那當然新竹市政府 現在除了補強 也沒有什麼其他的辦法 除非你把整個拆掉 整個拆掉又是一大筆預算 所以你現在只能夠暫時先這樣做 就想辦法再去做補強的動作 可是問題是 請大家注意 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還有另外一個奇特的現象 就是他們要嘛 就是直接限定標 然後一次就中 都是給特定的廠商 要嘛就是不斷的流標 為什麼會這樣 不斷的流標代表什麼 一開始我開標的標 那個條件設定得非常嚴格 讓廠商覺得完全沒有利潤 然後就把很多廠商趕走 等到廠商被趕走之後 他喜歡的廠商就進來 就通常就是這樣子 所以 然後後面再加 對 後面再追加預算給他 因為你要知道 他喜歡的廠商 當初接這個標 是業界沒人敢接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預算低到 你根本是虧錢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因為這些有背景 所以我接的時候 我就可以不斷的追加預算了 我追到夠為止 最近追到保為止 所以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這些工程包括團圓 包括新竹一定要詳查到底 不過現在接任的新竹市長 高宏安也出現了很多狀況 第一個 天下的這些調查裡面 高宏安的施政滿意度 他是最後一名的 那他的回應說 他會虛心的檢討 包括他之前因為涉探案 他起訴 所以民眾黨決定 要把他的黨權暫停 尤其在無罪之前 要把他先暫停起來 那高宏安現在被不斷的質疑 他跟建商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李正浩爆料說 涉及有百億元開發價值的寡婦樓 原本在林志堅任內 是把他凍結起來 但高宏安一上來 把他解凍了 幫他解套 那他的這個背後的關係 又跟他的男朋友租的那一個豪宅 非常有關聯 他覺得有很大的問題 到底什麼關聯 關鍵人物就是這位林美滿 高登國際創辦人的前董作 他買了這一個回建築 什麼叫回建築 他們蓋的 然後再回購回來 叫回建築 不是 檢案名稱叫回建築 剛剛再回購回來 那購的過程 當然就被大家質疑 那他租給誰 租給了李中廷 也就是高宏安的男朋友 然後又稱說是低於行情 李中廷說沒有 但是這一層關係裡面 現在開始被討論 包括現在寡婦樓 涉及百億元的開發裡面 是李明開發 那他又跟這個林美滿之間 其實是有相關的相關聯 跟林美滿疑似是姐妹等等 那這一個糾葛又複雜 然後又很離奇的租屋方案 是不是真的跟寡婦樓 百億元的開發 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有人用時間表 1月4號林美滿 他用現金回購了回建築 2月住戶直擊高宏安出入回建築 3月高宏安解套寡婦樓的 都更案 但是我這邊對解套 我可能待會要請教 這個博弈幫我們說明一下 到底是不是又真的剪套 以及是不是真的 林志堅任內凍結他 不得開發 就是這個地方出狀況 不能開發 是高宏安上來幫他解套 真的有這樣子嗎 3月14號 會刊跟第二次專案小組出審會等等 4月7號新竹市政府發函 辦理環評公平公開會議 就是開始後面就開始動起來了 不過新竹市政府都發出 今天特別解釋 他說這個案子其實在104年 就已經辦理程序相關的審議 所以林志堅凍結他這個說法 是不存在的 以及他在去年的時候 新竹市代理市長陳彰賢任內 就通過了綠資源審議作業 所以幫他解套的不是高宏安 這是新竹市政府他們的一個說法 這特別請教博弈 我先講一般來講 這所謂的都更案通常分為公辦跟私辦 公辦比較沒有意見 但是是政府來做裝 大家來做 有任何就算徒利回饋 也是回饋給政府 然後回饋給市民 但是像這種所謂寡婦樓 可能疑似到會不會有扯到 所謂私辦的問題 在某些建商來做 這個老實說 這個利益可大可小 我不敢說到底有沒有違法 但問題是 尤其是高宏安現在他的名聲 當然會大家懷疑 就覺得你這是有問題 因為包括你的住的地方 又跟李仲廷有關 高宏安從頭到尾也不說清楚 甚至是連現在 民眾黨都快跟高宏安切割 所以你說高宏安現在 還具不具有公信力 我覺得是最大的問題 當大家信任你的時候 絕對會相信你是清白的 但當你的信賴感出現破口之後 老實講 不管是對或錯 民眾都會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這次高宏安現在必須要 面對最大的問題 要知道民眾黨之前 我覺得還算是挺高宏安 包括你說中央委員的問題 高宏安想請辭 民眾黨還是把他衛留了 希望他繼續衛留 繼續當這個所謂中央委員 可是到了現在 民眾黨直接說了 高在被判無罪之前 先挺黨職 直接有罪推庭論 這個狀況很差 表示對於高宏安而言 現在幾乎是沒有盟友了 被民眾黨給切割放生掉了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左右後面的 不管是都更爭議 還是有沒有干政的 所謂的男朋友干政的問題 我覺得高宏安現在 真的需要花點真的好好的時間 來對民眾說明一下 因為如果他的心得感 無法找回來 他接下來的施政 會出現很大的挑戰 尤其是高宏安貪污案一審 會不會被判有罪 這個還不曉得 如果真的被判有罪了 高宏安會直接被停止 接下來你副市長來帶 或包括你接下來 對於市政的推動 該如何去做 高宏安現在必須要有 完善的規劃 因為新竹市民選你出來 你一定要對他們做出 完全負責任的態度 才是你應該要盡的責任 前陣子柯文哲 他人家的這個所謂的違建 被人家盯上 後來就大家回頭去盯賴清德的 現在這個回立標標向了誰 標向了陳明文 已經有民眾跟嘉義市政府來檢舉 說陳明文的住家 還有包括他的服務處 有三個地方有違建 因為這樣的違建 而且他們都整理得很清楚 哪些地方不該蓋的冒出來了 哪個地方長高 長胖了 都畫得很清楚 他們說已經傳給了相關單位 做出具體的檢舉了 陳明文的住家在這個地方 看到民族路的住家 看起來真的滿大的 龐龐大物一大洞 包括他的第六層改造了 第四層的頂樓 也增加了第五層 這個都是不應該出現的 他的畫出來的地方都有 這是他在民族路的住家 他在例行街的服務處 現在也被傳出來說 他擅自增加了第四層 跟他登記的第三層 竟然是狀況不一樣 那嘉義市政府比較低調一點 他說如果接到檢舉會去勘查 看看到底有沒有違法的事實 陳明文的服務處說 我們現在還沒有接到通知 這樣會不會沒完沒了 這個東西需要別人通知你嗎 你自己是不是違建 你自己不知道 你不會也跟賴清德一樣 因為我有門牌 所以我就不是違建 是這個意思嗎 是這個意思嗎 這一種很明顯 他為什麼很明顯是違建 因為你完全跟你當初的 申請的圖完全不一樣 那這種東西不是違建是什麼 這個很明顯的吧 這個不用再嗷了 你不會這個也是礦物用地 他會不會有一個礦工之子 很悲哀的故事 我不曉得 礦工宿舍 鑽人樂淚 還是這是農業用地 因為他兒子養豬 所以這是農業用地 有可能 豬寮 本來家蓋出來要賣珍珠奶茶 裡頭住的都是豬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不知道 因為他家到底有多少人 陳明文家到底有多少人 你這個房子本身已經夠大了吧 你還要在四樓那邊擺的是個露台 露台就是給你曬衣服這些地方 結果你硬要把整個蓋起來 蓋起來沒完 然後五樓上面繼續再往上升 變成六樓 你太猛了吧 你們家到底幾百個人在住 所以這很明顯就是 很簡單一句話 明文規定 因為這個地方是明文規定的 由他們規定 對啊 由嘉義皇帝規定的地方 皇帝奉天成玉 皇帝造約 這個合法 他就合法 所以你沒看到嘉義市政府 跟他不同政黨都很小心 對不對 嘉義的藍綠是滿特別的 對 所以我知道 在地他也知道 不能隨便得罪這個人 所以這種東西 可以讓他繼續這樣 無法無天的話 那個賴清德那個沒有門牌 剛好而已 所以賴清德先幫他剪套了 我們休息一下 更多話題馬上回來 美國賣給我們很多武器 到現在都還沒有交貨 其中魚叉飛彈 是我們大家很好奇的 過往也傳出來說 美國庫存了一批要賣到台灣來 那這一批到底好不好 以及他到底CP值高不高 台灣需不需要他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中科院公佈了一張照片 看到這照片相當的吃驚 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 包括同時間射了熊3跟熊2 跟魚叉飛彈 中科院很熱心要用這張照片 時機要來證明說 我們自己做飛彈 不會比美國差 他看到什麼熊3 我相信在多年前 大家已經見識過熊3的厲害了 他把一個漁船飛那麼遠的 正中他的命標 所以他的命中率 聽說連對岸都很吃驚 熊3正中 而且面積這麼大 熊2在旁邊 面積稍微小了很多 這個小了大概一半以上 魚叉在邊邊角 邊邊角這個地方 所以中科院公佈這一張照片 實測的結果要告訴大家 咱們台灣人自己做的熊3 下下叫魚叉的效果差 而且他的妥善率很低 連續五年都低於不斑的標準 效果差 妥善率又差 而且如果出狀況不好意思 必須回到美國原廠維修 如果你的iPhone手機壞掉 要送到美國 你會怎麼樣 我們這個各種方面都很差 那為什麼非得買了 而且美國講說 我們不會跟你工業合作 所以說我們相關的機密 不會讓你知道 亮哥自己都講了 我們做的熊3 天空三星都不錯 本來要量產 但是被美國給阻止了 我們政府就同意說 好啦 我們去買愛3飛彈 魚叉飛彈 這要請教兵哥 我不知道 中科院公佈這個東西 是故意在吐國軍的潮 因為我們最近才又追加 買了400顆魚叉飛彈 然後你現在公佈這個 是在告訴我們亂買 買了一個四等目 中科院是不爽是不是 對 他是不是覺得說 我研發這麼好的熊2熊3 你為什麼要去買魚叉 就我這麼厲害 你要買那麼多別的 其實說真的 當初買 大家就覺得沒什麼道理 為什麼 因為熊2是跟魚叉同級的 可是你從這張圖片看 熊2造成的破壞力也比較強 對不對 熊3更不要講 熊3本身是超音速飛彈 兵哥 那我請教一下 因為有網友講說 你們故意把魚叉打歪了 這個東西哪有什麼故意 這是他自己的尋標頭 自己去找的 你以為還有一個人可以去操控 他不會無人機 這個就是他自己 你故意的 故意把魚叉打爛 這個就是造成的結果 我跟你講 如果這是故意的話 你以為美軍不會抗議 你在這樣玩他的武器 你以為他不會講話 而且他公佈的地方 不是一般的地方 是航太長 各國都會在的地方 所以這個表示 他敢經得起各國檢驗 因為這就是事實 實際上我們的熊3飛彈 熊2飛彈本來就是世界一流的飛彈 那為什麼要買 其實很簡單 海軍告訴你的是 因為我們的 就是製造數量不夠 單價太貴 跟美國買比較快 可是問題是 我們跟美國買了 花錢啊 到現在都沒來 所以會比較快嗎 並沒有 然後再來呢 我們的熊2熊3 為什麼比較慢你知道 因為關鍵的晶片 在美國人管制 所以他不給你啊 那就是他管制你的晶片之後 然後他賣你飛彈 就是這樣子啊 跟當初我們造了ADF之後 他就要賣我們F16 一樣的道理 美國就是在搞這一套 但是現在這玩意 妥善率這麼低 變成我們實質的國防 完全不可能依靠他 然後根本也沒來 所以我真的覺得 美國人拜託 你要台灣幫你打仗 你好歹也要送點東西過來 不要讓我們拿一些 爛武器還不給 那更糟糕 平哥那請教一下 本來9月24號 在新竹湖口的營區裡面 有一個阿派氣的展示 那這次很不一樣的是 他們陸軍的航特部 特別做了一個低適度的 這一個所謂的虎斑沙嘴的 這個彩繪 我看是滿 我覺得滿威的 又帥 然後攝影大哥搖頭 我覺得不帥 不OK 但我覺得還滿帥的 主要是這個部分 這虎斑沙嘴的 這個彩繪裡面 其實世界各國的這些 戰機都有這些 低適度的彩繪 增加跟民眾之間的距離 民眾看了覺得很威 很棒 但是現在出了一個狀況 說國防部的高層 還有包括陸軍司令部的高層 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看到有人在討論的很驚訝 說媒體在報導了 這是怎麼回事 你做彩繪你沒告訴我 國防部震怒 要求你恢復塗裝 不得以這樣的面貌 展示在世人面前 航空米生氣 他說各國都這樣 你有什麼問題 知情人是說問題在 你沒有報備 你就直接找民間 那現在如果要改回來 不就白浪費了一筆錢嗎 請教兵哥 我覺得當然做這種事情 報備一下是會比較好 以軍方的體系來講的話 那不報備 你可以說去要求他說 你們以後做這些事情要報備 或是你要懲處 我都沒意見 但是為什麼要改回來 都已經畫了就畫了 會怎樣嗎 畫這個東西 你以為是現在的很好玩嗎 大家忘記到念飛舞隊 為什麼叫飛舞隊 上面就是畫成這樣子 也有畫成鯊魚的 也有畫成老虎的 都有一大堆 其實那個不是單純 只是增加跟民間之間的溝通 讓這些軍武愛好者喜歡 其實那對提振國軍自己的士氣 有非常重要的這種感覺 因為每一台機 都是我自己專屬的 我有這種榮譽 有這種使命感 那我就會更愛惜 我自己的武器 然後去發揮更大的作戰功能 這個軍方的高層不懂嗎 軍方的高層不懂 他們會做很多對徽 所以增加自己的榮譽感 本來就是 為什麼每一個部隊 都要有不同的番號 每個部隊有自己不同的對徽 都是為了提振你的榮耀感 一個部隊 如果連基本的榮耀 都不講究的話 請問一下這個部隊 你確定能打仗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拜託我們的高層 不要再那麼死骨不化 還有另一件事情 要請教博毅 因為現在我們昨天 特別討論到說 美國F35戰機 除了狀況 這個飛行員他跳機了 但是這個飛機像殭屍一樣 好像扔一樣 飛飛飛飛 不知道飛到哪裡去 找不到那怎麼辦 美國的服務員這麼遼闊 那只好上Twitter 就發文 拜託大家協詢一下 我們戰機不見了 結果後來找到了 地點在哪呢 他們的基地位在查爾斯頓 那他跳傘的地方 是在北查爾斯頓的地方 那現在長海是在他更北方的 兩座湖的這一個附近裡面 等於說距離他們基地 大概有兩小時的車程 所以他跳傘之後 這一架所謂的逆中戰機 到底又飛了多久 目前還不知道 聽起來顯然是飛了一段距離 那包括美車來講說 主要是因為回答機 F35B的回答機 可能是因為出狀況了 電子設備沒有辦法回應 所以就真的找不到他 再加上他本來就逆中隱形 所以隱形得很徹底 真的找不到一定要透過網友 1989年蘇聯的米格23機 23曾經有發生過 他們出狀況 在波蘭上空 他直接彈射逃生了 這個戰機就真的喪失狀態 飛了900多公里 飛到哪裡 墜毀在比利時的時候 當然網友講說 有這麼難找嗎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要把它做成在牛奶盒上面 或者是貼在樹上面 像這個寵物儀式一樣 這要請教博毅 我只能說 現在網路無遠佛界 科技太進步 但是人還最厲害的 人多一定找得到 先講F35他造價8000多萬美金 大概26億左右台幣 這只他造價 加上他一些高科技的輩輩 一台可能花費40多億台幣 才能做成F35 非常的昂貴 而且大家知道F35 他這樣飛行的成本一個小時 大家知道要多少錢嗎 他要五六十萬台幣 光飛一個小時就五六十萬 所以說他不管是保養 還是使用飛行 都是非常貴的飛機 所以這回他掉了 墜機了 老實講美國是非常痛的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 高科技的戰鬥機 但問題是 F35屬於第五代戰鬥機 第五代戰鬥機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他逆中功能特別強悍 結果他最強悍的功能 反而造成美軍找不到他的原因 非常的荒謬 但我只能說 好歹現在找到了 因為在F35上面 除了他的通信 武裝 內裝 動力之外 全部都是最高科技 尤其他隱匿的所有的相關科技 如果他飛的不在美國裡面 飛到其他他國裡面去的話 這個問題很嚴重 也許會被別人撿走 拿來做研究 我是覺得比較恐怖 萬一他飛到市區 然後因為我不知道他飛到哪 那不是多恐怖嗎 當然如果他飛到市區 我應該就知道他在哪 但問題是麻煩 後續的賠償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只能說 這回真的算運氣好 掉在一個沒有傷到人的地方 而且是在美國境內 能夠順利的找回來 但是如果他傷到人 或者掉到境外去的話 那問題會變得非常嚴重 所以我只能說 當然科技越來越進步是好事 可是相對來講 他所造成的一些困擾 也是與日俱增 這必須好好來處理 可是我還想提一下 阿帕奇的問題 阿帕奇問題我先說 我也覺得滿帥 老實講 有個嘴巴很帥 但是這回塗裝 彩裝 阿帕奇 有三個真意點 第一個真意點 阿帕奇這個彩裝的外漆 到底是不是原廠的 要先確認一下 這外漆如果不是原廠的 會不會影響到阿帕奇 所謂的作戰功能 要確定 因為這漆 它是有逆中功能的阿帕奇 如果這個漆有問題 也許會喪失掉 它原本的作戰功能 再第二個就是 這個彩繪阿帕奇的 整個決策過程裡面 有沒有違反與當時美方 購買阿帕奇的合約內容 會不會影響保固 你自己塗完之後 如果美方覺得不行 出了問題 誰負責 這個要先講清楚 再第三個也是最嚴重的問題 阿帕奇是目前 被認為最先進的武裝直升機 你的量產大概只有幾十架而已 台幣一架大概三四億 這麼貴的飛機 你所謂的航特部 塗裝之前 沒有跟國防部報告 難怪國防部會不高興 但是如果這些問題 都能夠解決 我覺得能夠塗成這樣子 老實講是滿漂亮 而且跟民間 有所接觸結合 也不思維是一個好的選擇 其實應該有更好的 一個折衷方案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百億大亨在逃亡 居然也出現了 所謂九世要對決 別人做統治逃亡 真的是統治 但他做統治做的是豪華遊艇 連逃亡都有少爲的豪華版 這位朱國榮 他是國寶集團的前負責人 他在三月四月的時候 因為炒作相關的股票 還有包括內線交易等等 很太多的案子 在他的身上了 九月七號的時候 照理講他必須要在 這個傍晚的時候 到警局報到 但他刻意的提早了四小時 在下午三點 就出現在派出所了 隨即就再也找不到這個人 人間蒸發 很多目擊者說 八月多次看到他現身在遊艇 遊艇港裡面的遊艇上面 然後還跟著很多長腿辣妹 在那邊辦相關的活動 相當高調 刻意讓人家看到 認為要製造一個 他常常出現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只要出現 不要特別在意 要讓海群解除他們的戒心 當然我覺得這個說法 滿詭異的 有逃亡經驗的兵哥等一下 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那這個法院也要求說 他被開訓問題 可能會通緝他 大家問他說 那為什麼沒有裝電子監控 其實主要 因為他不是性侵 也沒有暴力的問題 所以金融犯是不用 用腳聊的方式 那很多人可能 對他有點陌生 可是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 叫神港奇兵 裡面講的大圈仔 變成反共議事 討債炒股又翻身 這個主角的原生 就是這位朱國龍 他本來的名字叫朱子昭 中國廣州人 後來到台灣合法的 取到國籍之後 他也因為涉案入獄 那比對一下他的角色 比電影演得還要更狠 更毒辣 比如說舉個例子 電影裡面是廣州 紅衛兵 那現在他事實上是 中國少年先鋒隊 為什麼這個勝 紅衛兵為什麼勝先鋒隊 然後電影裡面是1979年 偷渡到邊境 他這個朱國龍勝 是因為他1974年 游水偷渡 然後還有包括說 電影裡面是殺港警 搶營樓 射殺保全 但真實角色 他是搶澳門南通運操車 同時跟同伙射殺了解壓員 然後他是電影裡面 演十大通緝犯 他是國際通緝犯 中國大陸 還有包括香港 澳門都通緝 懸賞100萬人民幣 反正就各方面他都很厲害 電影演得 這也滿奇怪的 怎麼會有實際的角色 比電影還要更強 電影的改編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說 他是就是要對決裡面 他是豪舍版的統治 他做的是這一個 類似同樣size 不是 這不是他的遊艇 是類似的豪舍的遊艇 造價可能有大概1億左右的遊艇 坐著遊艇偷渡出去 不知道他有沒有駕駛 還是他自己開了 現在有人 週刊報導盛傳說 這一艘船是周澤南 等人用投資的 聽說他是什麼 遊艇界的周董 各種我們不熟悉的外號 所以在超跑圈裡面 小有名氣 他有經營這個超跑 極速超跑的集團 他逃亡的隔天 就出任了國保集團 松甲公司的董事長 當然這相關的傳舞 週刊報導到現在一整天了 但相關人等到現在 沒有出面來說明 所以他到底這一艘遊艇怎麼來 他們關係又是如何 然後這一位 所謂的超跑界的周董 跟姚元昊又非常 常常有互動 有搭檔坐賽車 剛剛講到的遊艇 是停在八斗子的遊艇港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平價版的統治 有人說真的統治 有人講說是很爛的 這些船裡面 很艱辛的躲在裡面 兵哥當時是豪舌版的嗎 沒有 我是降級版 就普通海釣船 兵哥你怎麼看這事情 朱國榮現在應該就是逃了 逃了我覺得要再抓回來很難 因為他的保釋金是史上最高 單一一次的話是四億 四億 對 那他兩次 所以是五億 最佳 因為他第一次是一億 後來四億 所以五億 可是他百億是身價不是嗎 所以還是好了 所以五億 就一百億五億 那當然是逃 就這樣子 懷疑 人家五億探長 就已經很了不起 就拍電影了 人家五億交保金 就我在海外還有九十五億 對啊 所以對他來講 他要逃是很正常 因為他的 他那個被判刑大概是逃不掉了 他這個官司 也沒辦法再打下去 那這個朱國榮 真的是非常非常傳奇 他除了在金融界 受險界 他甚至曾經是我們媒體的老闆 你知道 他真的是媒體的老闆 對啊 大家應該都知道 因為我們媒體很多同業 甚至某一些現在 在檯面上的這些名嘴 媒體人 被他管過 對 過去都被他管過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那朱國榮就是為人是很講 就是看起來是很海派 很講義氣 那問題是他黑白 一百兩道都非常熟 然後他的錢 到底怎麼來的 說真的我都懷疑 他自己搞不搞得清楚 因為外面的人 至少我身邊好幾位曾經 包括我的前輩 曾經在他手下做過事的人 都沒人搞得清楚 他的錢到底怎麼來 他有電視圈 又有殯葬業 又有受險業 出生入死的 太多了 對啊 太多了 因為他有的是真的他在經營 有的是掛名 或者投資 對 有的是投資 然後有的是相互合作 所以這個中間非常非常的複雜 所以當初 給他天價交保金的時候 其實圈內就很多人斷言 他大概八九不離此會討 那 如果預判 那麼多人都預判他會討人 那我們對他相關的房間 是不是真的掉以輕心的點 我覺得這個 你輕則可以說是掉以輕心 重則就是 反正 因為你有了這麼天價的交保金 已經給社會一個很好的交代 所以就不用再這麼緊鑼密鼓 因為所以像柬埔寨那個 今天不是也發生了嗎 柬埔寨園區那個把人 那個氣死的那個 七萬塊錢交保現在也跑 對啊 所以就是這樣的 而且這個朱國榮很厲害 因為他其實前陣子 才剛辦了一個活動 就最後一次公開辦活動 是他兒子的滿月酒 他今年七十歲 他娶了一個嫩妻 三十歲 然後他剛幫他買信義區 上億的豪宅 辦了一個轟動的滿月酒 結果後來大家才知道說 原來是個告別宴 對啊 因為反正都要離開了 就要慶祝一下 就大家親朋好友聚一聚 他要離開 其實早就有機殼訓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你說這個是不小心被他逃走 我認為是眼睜睜就看著他走 不知道有沒有打通關 我們更多話題休一下 馬上回來 中國的網紅一哥李佳琦 過去有個口號叫做口紅一哥 賣很多東西 罵得嚇嚇嚇 而且營收非常棒 但是他再度的又延上了 他講了一句話 因為有網友說 你賣的這些沒筆 怎麼那麼貴 越來越貴 他就很生氣 說哪有越來越貴 每一年價格都一樣 你要不要問問看 你自己工作是不是不夠努力 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事實上其實他直播常常會講出一些 這個讓人家覺得很 不只是第一次延上 上一次延上的時候 就是在6月4號的時候 拿了坦克造型的蛋糕 就消失了100多天了 現在復出之後 顯然他完全都忘記了 過去這些事情 不過他聽說 他以前直播的時候更講了 但是因為電視尺度的問題 可能就不能講了 他的粉絲 中國人多 連延上都有中國特色 一般台灣延上掉個一兩萬粉 大家就覺得快要哭了 要出來道歉 他一掉就掉了130萬粉 就是中國市的延上 掉出來這麼多 現在大家也開始討論說 你這樣的講話 買你的這些口紅 買你的眉筆的 都是中國這些基層的上班族 辛苦的這一群 結果你居然笑他們工作 不夠努力 是真的他們自己不努力 還是說現在的大環境 對於他們來講 努力的也不見得有用 中國大陸的網友講說 11年前剛畢業 月薪人民幣6千塊 11年後的今天結婚生子了 他的月薪是人民幣5千塊 真的是他不夠努力嗎 還是大環境出了狀況 另外一個超級大網紅 李子柒 他停更兩年了 停更兩年之後 終於有新的動靜了 拍了一個影片 要告訴大家 他新的身分 要好好的再度來推銷 中國的農業 但他的影片一出來 大家有一點注意到他的臉上 下巴變尖了 眼睛 眼頭的部分 還有包括鼻子的墊高 感覺真的是他嗎 是不是有整形 又或者他有AI變臉 或者是他用了一個 特殊的濾鏡 各種的討論都有 當然有人講說 他真的是很厲害 第一名 包括我們看到其他的小高 都還沒有他厲害 那更厲害的是 他停更的這段期間 光是網路的分 都還有每個月300萬到350萬 嚇死人 請教兵哥 所以人家躺在那邊 都比我們拼死兵活好過多 所以我們幹嘛努力 錯 不是這樣想 你要更努力 有一天你會超過他 要這樣想才比較有建設性 不過滿難的 但是 最後一句話 不過這個李家綺 大家有沒有覺得 有點似曾相識 為什麼你知道 我們之前淡荒的時候 那些綠營側翼不是說 不是淡貴 是你自己不努力 是你自己賺不了多少錢 你才會嫌淡貴 這個是正常價錢 記不記得當初不是很多綠營 買不到淡來的奧客 對 買不到淡來的奧客 明天來 對啊 怎麼會嫌貴 所以你看不是一模一樣 但這種話就會刺激到很多人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是怎樣 是我們是怎樣 賺得比較少 就應該要被你這樣羞辱嗎 他那個美筆 我查了一下 台幣好像是300多塊錢 那有一些網友說 台灣的美筆 比較普通的 搞不好100塊都還不用到 然後好一點的也100多億 然後甚至有人用功課數去算 說他可能比黃金還要貴 這是中國大陸網友的討論 是 當然那個已經歪樓了 但是我覺得因為 我必須說他們這些網紅 因為他收入越來越多 那他眼界可能變得比較高了 他會覺得說這些東西沒什麼 可是我覺得當 他的年收入最高有18億 人民幣 人民幣18億 18億 所以他收入是郭董級 因為郭董一年90億股息 他18億也比他少一點 比郭董少一點而已 所以人家 可是人家其實很辛苦 他塗口紅 塗到發炎什麼的 郭董現在每天跑夜市也滿辛苦 腳發炎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他的眼界越來越高 他可能忽視了一般平民的真實感受 他如果這樣的話 掉粉我覺得不意外 才掉一點點而已 可以繼續努力繼續掉 那至於說李子柒呢 現在我跟你講 你格格一年不見了 長不一樣是很正常 長一樣才比較奇怪好不好 現在這是正常啊 因為化妝技術日新月益啊 對...